主席 我们能够顺利的跟这个做这个两岸之间的协商跟交流 那么在前一阵子呢我们也看到第八次的江城会 那整个从海基会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也陆续签署了18项的这个协议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果呢 其实我想国人都可以看得到 那也予以肯定 那么对林董长担任这一次海基会的董事长的部分呢 我想因为发布之后呢 很多人对于这一项的任命呢 也多所这个质疑 但是从今天的质询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董长以您的这个专业呢 你也说服了很多的我们院内的委员 那么我相信陆陆续续呢 从您的表现上面来讲呢 我想这个国人呢 也能够对于你的任命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呢 予以肯定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从我个人来讲啊 我可以体会啊 为什么总统对于您呢 有这一次的这个任命的一个动作啊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 那么我了解就是说 在您过去呢 其实从1998年开始 你就担任内政部 就在内政部啊 那你从2009年之后呢 就担任行政院的这个秘书长 所以你有很丰沛的这个跨部会的这个 这个资历啊 也比较能够熟悉各个部会运作的这个情形啊 那我想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投影片里面呢 就是说我在study的时候发现 以台湾来讲啊 台湾目前的服务业 占就业人口的59% 也就是说将近六成的人呢 是服务业啊 那么这些服务业 它所占的台湾的产值的部分呢 高达63%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下一页很抱歉 因为这个图形比较小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内 很多国际的先进的国家 比如包括我们所一直想追赶的新加坡 然后我们看到像美国 像英国 像很多在国际间已开发的国家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服务业的部分呢 是它的收入等等这些呢 它的比例都很高 那台湾相对应呢 从服务业的角度来讲 从它的收入来讲 它是相对应的低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可以到下一页啊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 从台湾有这么多的服务业的人口 可是呢 我们在谈到两岸之间的协定 在过往呢 比较强调的 比较focus在商品贸易的一个部分 在未来呢 我们会比较倾向于 对于这个服务业 对服务业的部分呢 要进入 是不是能够进入这个大陆市场呢 这事实上是需要费很大的一番的这个功夫 还有它也需要很深入的一个谈判 跟协商沟通的能力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呃 林总长 就是说以您的呃 在过往的这个资历 以您对台湾的这个了解的状况 哦 对于这一项的工作 因为在过去的商品贸易的部分 跟未来要进入的服务贸易的部分呢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让呃我们的这个服务业呢 能够把它的触角深入大陆的市场 我想就叫一下我们的林总长 好 谢谢李委员 这部分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EFA 那么后续的协商的部分呢 现在重点事实上就摆在服务贸易 跟我们将来的这个货品贸易哈 那服务贸易又现在比较有高度的共识 接着在第八次啊 江城会的时候 大家也有这个问题做个协商 将来会把我们服务贸易的这部分呢 会列为优先来签署的项目哈 那么现在也已经在跨部会 大家跟啊这个两岸之间都有密集的 在沟通交换意见 那么也在沟通交换意见的过程当中啊 那么能够累积非常好的共识 这部分呢我们非常期待 能够优先呢把它签署起来 预先签署起来 就与服务贸易的那么这样一个协议啊 那么这部分进展就我所知道 是相当虽然我才上班几天 但我有做功课哈 这部分我也跟跨部会有些了解 那么事实上那么在两岸小组里边 大家也对这方面呢 这个有听起他们的报告 知道进展相当顺利 也就是说刚才立委员的这个期待啊 我相信很快会实现 谢谢董事长 那另外一部分我还要再请教这个董事长的这个部分呢 是关于就是我想这次会运用这个您的专才啊 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我个人会认为是因为你的这个跨部会的协调的沟通的能力啊 那么呃我们看到在过往我们签的这个18项的协议里面啊 其实有两项其实它的意义从今天来讲啊 其实非常非常重大的就是我们的智慧产权的协商的这个这个协议的这个平台啊 智慧产权的协议的平台呢 我们看到了从呃过往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台湾我们一向以这个科技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啊 在过去专利的部分呢 在2011年的3月31号啊 在刚签订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到大陆申请的案件事上已经有呃逐步增加的情势啊 我们有1243件 到今天啊到统计数字今年的8月31日啊 我们的数案件的数字呢已经到了7000多件 这个只是从发明啊 就是说有优先权的专利的部分 那实际上面来讲呢 如果按照经济部智慧产品局的网站上面所写的啊 我们的专利的申请的案件呢已经高达两万两千多件 所以这些的这些的成效呢可能将来呢还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这个呃林董事长还有当然我们的委会的这个王主委呢 将来可能要持续的去push啊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说当我今天在查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发现啊我们的我们制裁局啊我们的这个经济部的制裁局的网站上面的资料啊其实非常的灵散啊 我光要找这个资料呢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是不是也要麻烦我们的这个呃董事长还有将来的我们王主委呢 对于这方面呢能够做一些跨部会的协调的沟通啊 能够让我们成效呢民众可以很快的从相关的网站上面他就可以看到这些的成效可以吗 是发明专利的这部分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啊在我以前在行政局服务担任秘司长的时候就特别啊努力在副习这块 当时我们吴院长也就像吴总担任院长的时候呢就提出四大智慧型产业当中的一项啊 就是发明专利不是光把发明专利拿到 我要把发明专利产业化啊让它真正产业化也就是说发挥我们发明专利将来的一个附加价值 使它真正能够贡献到国人贡献到国家能够产生它的一个产值 那么然后这样能够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带动我们的产业创新 那么这个工作事实上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把它列为四大智慧型产业的一个项目之一 谢谢董事长因为从这些您的表达上面来讲 我们看您刚才有上任没有几天的时间了 这个对于这个海基会的业务已经非常非常的了解 我们可以主席可不可以拜托请一下我们的王主委 好谢谢 好我们请王主委 董事长可能要麻烦你还是留步一下不好意思 谢谢 主委好 那个我下一个问题其实跟陆委会跟海基会都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知道海基会下面设了一个台商服务中心 然后我们的陆委会的部分呢 我们还设了一个陆委会的台商窗口 OK 然后我们的经济部呢 又设了一个全球台商服务中心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投保协议里面 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陆委会跟海基会非常非常成功的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到P2G协处的部分 这协处的部分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投保协议里面呢 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这个土地征收的补偿的部分 可以用协处的 那事实上来讲呢 其实我们在前一次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这个协议里面呢 依照这个制裁局的网站上面来显示呢 目前协处机制的案件呢 他这边累积的案件呢 总计有214件 总计有214件 只是单纯的 只是单纯的 这个从通报的 然后还没有完成协处的 就已经有200多件了 那我再请问一下 就是说将来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两岸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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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呢 他应该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台商的产业 将来不知道两位要怎么样子去整合 我们这三个不同的窗口 让我们这个三个不同的窗口呢 各自可以发挥他的功效 不要让老百姓觉得说 哎他现在有问题的时候 到底是要投哪一个窗口 然后各个窗口呢 他各自为政 那我不晓得两位的呃高见 呃谢谢委员的提醒哈 这有没有资源的重复配置的问题 或者业务上是不是有重叠的地方 我想我们会呃会进行一个检讨 原则上就是让他能够分工哈 大家分进合集 然后能够一起做这个台商服务的这个部分 尽量不要产生大家同样的资源 重叠去做不同呃做同样的事情 能够让这个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是董事长这可能也是就是说我猜了 这可能也是需要你特别着力的地方 因为你对于各部会啊 也非常非常的熟悉 将来怎么样子在最短的时间 因为我本席一直在提倡的就说 我们其实并不是说一个部会要有一个单一的窗口 我一直提倡就说 对老百姓来讲 政府行政单位其实就是只有单一的窗口 当老百姓把他的问题丢给行政单位 这个单一的窗口之后呢 行政单位要自己去找 应该要负责这个事件的窗口 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呢 他有各自不同的窗口 那我觉得这个对老百姓来讲 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新加坡为什么他的行政效率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他的排名在前面 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这样 他对于老百姓来讲 行政单位就是单一的唯一的一个窗口 老百姓把他的问题丢给这个单一窗口之后呢 是行政部门自己去统筹 老百姓不用去管他的问题 到底该属于经济部 到底该属于陆委会 还是应该属于其他的单位 那这个部分呢 我也可以想象到说 董事长 这个可能是您最能够发挥的一个空间 怎么样子将来我们海 那个海机会还是对对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联络的一个窗口 那如果您能够借着您过去的资历 过去的人脉关系呢 能够让我们政府的政策很快的一个落实的话 那我想这个才能够达到最大的一个功效 是非常谢谢李文的指教 那么基本上本来这几个服务中心 它是有分工的 但是以民众来讲 不管到哪一个中心 他需要得到服务呢 应该是彼此相互有一个协调 整合的工作 不要让民众疲疑奔波 这样一个基本理念我们非常认同 那么事实上经济部那个中心 是服务的是产业升级的部分 那么海机会这边呢 主要是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来关怀解决纷争 尤其很多要跟对岸 透过两会的平台来协调解决 但是假使经济部那边受理到的是 需要这个我们海机会这个平台去处理的 我想不要民众奔跑 他估计会转过来 我们可以整合 将来这部分我想做跨部会 把它整合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路 这部分我会来努力 谢谢 谢谢董事长 最后一个事实上是最challenge 最有挑战性的 就是我刚前面提到 我们接下来开放服务业 将来我们在跟对岸讨论的时候 其实董事长还有那个主委 我们在跟对岸讨论 非常困难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要的 我们我比如说以律师来讲 以律师来讲 律师的怎么样子让律师 让这些的服务业 能够进到大陆市场 可是我们并不是相对应的开放 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的市场 对等的就是完全没有条件的 让大陆也同样进来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艺术 那这个恐怕也要借助 这个董事长 您过去的这个阅历 还有您的这个协商谈判的能力呢 来协助台湾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也特别 因为作为民意代表 我也特别代表那个国人呢 在这里呢 请两位特别特别的用心 将来这个地方 务必要为我们台湾争取 台湾人民的最大一个利益 谢谢 是是这一部分事实上已经在我们跟法务部经纪部正在做一个密切的一个那么研议处理中 那我知道你的期待 我们会努力来把这工作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谢谢